若能地信 这两个字重要了 地 地是真的 你的真信 你丝毫怀疑都没有 这才能叫地信 真信 你就会真干了 真信 真愿意往生 真念佛了 真念佛是什么 一切愿他们放下了 二六十中心里面确确实实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的一切都放下了 这是讲 但一心持民 记得不退 此内直至凡夫 自信就近臣佛 这个地方臣佛 他上帝加了个就近 为什么呢 二位约知菩萨 才能够加上就近 如果没有就近这两个字 将称佛 原叫粗度就称佛了 要加上就近这两个字呢 肯定其地一伤 原正散不退了 关键是底下这两个字 若能地信 这两个字重要了 地 地是真的 你的真信 你丝毫怀疑都没有 这才能叫地信 真信 你就会真干了 真信 真愿意往生 真念佛了 真念佛是什么 一切缘都能放下了 二六十中心里面确确确实是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放下了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经教也通通放下了 为什么 你会从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 从四一心到离一心 得到离一心不乱 离一心后面会跟我们讲到 这件性了 见性真的成佛了 得离一心不乱 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在凡神同居图 也不在方便犹豫图 给主要说 念到四一心不乱 神方便犹豫图 念到离一心不乱了 就到了十八度了 真能念到是能念到 这个道理我们很清楚 为什么 他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 道理在四天 我们想想 我没放下了 他正放下了 放下就建心了 建心就圆满了 智慧圆满了 德行圆满了 向好圆满了 德大圆满 圆满 还有哪里有障碍呢 不但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你没障碍 设法 一切诸佛如来 所讲的无量无边的经论 你一点障碍都没有 为什么 都是自信留出来的 你建心了 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 就是叫你把我 写进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 你就真的 就近佛果 就近成佛 何须便利三尘 究竟多几 用不住经历 圣文 圆觉 菩萨 一步一步往上提升 用不住了 这个 这个经历三尘呢 真的是 究竟多结 不止 三大二生七戒 三大二生七戒 是华严经上说的 是从凡夫 修到 圆教出租 或者别教出地 那要无量节 圆教出租 圆教出租 就是民心建心 建心成佛了 我们在华严经上 学苦 无时无名的习气没断 无名争断了 确实不齐心不动念了 齐心动念的习气有 所以他不碍死 这个习气要断尽 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需要三个二生七戒 断习气 习气没有别的东西 能够断得了他 就是时间长了 自然就没有了 断习气 也是在极乐世界快啊 把时间大幅度的 速断了 所以华藏世界 这些法神菩萨 跟着文术浮现 到极乐世界去 看什么 把断习气 这一种事情 在时间上说断了 是这么个道理 阿 尼 陶 佛 阿 尼 陶 佛 阿 尼 陶 佛